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这是从封顶上面看出去的画面 你看如梦死欢 这就是圣母峰 他既美丽但又致命的迷人魅力 最近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改编至《真人真事》 它说的就是发生在1996年 圣母峰有史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山岚意外 那个晚上有一行人 二三十名的各国登山队员 他们被困在海拔八千多公尺的高山上面 历经了一整夜零下60度的狂风暴雪 最后夺走了八名登山客宝贵的姓名 在那一场宫领行动当中 台湾的远征队的队员高明和 他也在封顶 虽然他奇迹似的捡回一条宝贵的姓名 但是因为动场太过严重 导致他的十根手指头还有十根脚趾头 包括他的鼻头全部遭到切除 黑天晚上在圣母峰上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后来会有美国人写书批评台湾队员 不但是专业不足而且没有信守承诺 大家明明都开会说好了 每一个国家的登山队 在什么时间点要去攀登圣母峰 结果高明和最后没有信守他的承诺 他提早一天去攻顶 导致下山的时候队伍塞车才会不幸遇上的暴风雪 甚至还把高明和形容成是一个野心勃勃 自私冷血的登山客 当他的队员在第三营 7310公尺这个地方 因为走出了帐篷 不小心失足滑到了冰波下面 最后竟然不幸死亡 高明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没想到竟然只是淡淡地说他知道了 而且他坚持继续走完他的宫顶的计划 这一段的过程 后来美国人把他写成的书 在这本书巅峰初刊之后 当然造成了外界对于高明和极度的不谅解 也对于台湾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但事实真相究竟是如何 那一天晚上在圣母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山上当然就是比较时间久了以后 很怀念回到城市 可是反过来讲就是 在城市久了就一直想说 哎呀山上很想再去 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这就是我们的营地 第二营 第二营 六千四了 哇开始下雨了 太好了 哎呀 奇怪那个声音那么大 一场午后雷阵 说来就来 豆子大小的雨珠 打在屋檐上 叮咚坐下 躲在屋子里头的好处是 哪怕外头狂风暴雨 窗户关上就没事了 这是城市带给人的安全感 最近演出的邀逸又多了 前不久高明和才受邀参加了 一场好莱坞电影的首映会 coalition 我让你们拿走 并不认为你 杀并不靠 我带你带你 第一次的邀请 我看你 我好 我喜欢那 我知道有很多 环兴历经你 你不会有这儿 他可以缺严重 但派涨 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 说的是发生在1996年 圣母峰史上最严重的伤难 在那场意外当中夺走了八条人命 而高明和 他是少数幸运的生还者 电影里头所创造出来的暴风雪的场面 基本上也是亲身经历过一次 真正暴风雪比那个还恐怖 电影还是没有办法完全 百分之百说呈现我们当时碰到那个情况 Rob 收拾一下 我们有蛮零流通过河河 有很多 有很多场面他们这样子演出来 那跟我遭遇到的其实也都是一样的 实际比电影还强烈 我觉得说电影应该会更强烈 应该下一幕会更厉害 走出的电影院回到了现实世界 高明和虽然外表平静 但他的内心满眼激动 自从96年发生了那场意外之后 高明和的登山装备就此从他的生命当中退场 只留下满屋子的地平和胶卷 有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房间里头 他闭上了眼睛 冥想可以把他带回到任何一个曾经他到过的大山之地 1992年高明和第一次挑战圣母峰 他一路停进到了八千零五十公尺 只差八百公尺 他就能够成为第一位攻顶成功的台湾人 但最后却功溃一溃 他遭到暴风雪逼退 很可惜啊 因为再回头 从基地人看那个圣母 哇 又够漂亮 风平浪静那种感觉 本来有一股冲动想说 要不我们再来试一次 结果大家去清点看看 粮食也差不多了 装备也 有的绳子都在上面也收不下来 站棚风很大扯破掉了 那看一看这样 胜算不大 所以就非常理智地 只要眼观着这个圣母峰 大家说 您忍再来吧 有机会的话 就这样 1992年就这样回来 攀登高山 最忌讳的就是成能 尤其是当你已经看到了 峰顶就近在眼前了 说要放弃转身回家 的确是很难的决定 但正所谓留的青山仔 不怕煤菜烧 因为圣母峰 永远都在那里 不过也不是你随时想爬 你就可以去爬的 高明和当年在1993年的时候 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爬山的申请 结果已经排到了1996年的5月了 不过这样子也好 有两年多的时间 高明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是自身体能训练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钱 我们要知道爬圣母峰是很花钱的 光是像尼泊尔政府申请入山证一个人就要美金5万块钱 你还要包括是聘雇雪巴人的费用 你还要买氧气瓶这些非常昂贵的器材 汪不浪当加起来 这些恐怕不是一般上班族的财力能够负担的 所以找钱找战术商很重要 当年有一些商业性的登山队伍 甚至打出了广告口号 只要你缴了出美金6万5千块钱 他就一定保证你攻顶成功 但事实上 爬登圣母峰难有什么保证不保证 在大臣的面前 不管你有钱没钱 这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 所有人你想要爬登圣母峰 一切按照规矩来 你都必须先进驻到了 海拔5340公尺的基地营 然后进行高度适应 再顺着第一营 第二营 第三营 第四营 按部就班 调整好你的心理状态 生理状态 最后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天后状况允许之下 你才会有那非常渺小的登顶机会 古人有一句话吗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才烧 92年第一次登失败了 那当时也安慰自己说 反正圣母峰永远在那边嘛 那这一次不成功好好回去再努力 所以96年再去的时候 当然不同方向是从尼泊去 四年不见了 但圣母峰还是一样的名人 唯一明显感受到突兀的是 在稀薄的空气当中 嗅到了几分铜臭味 那些做生意的 就是美国队还有纽西兰队做生意 他做生意给人家收一个人 6万5千块美金 他一定要保证人家登顶 这样收起来他比较讲得过去 信誉也比较好 所以他们那一票人 两支队伍那个人数就比较多 而且他们帮助他的学霸人也多 曾几何时 圣母峰变成了观光景点 只要你有钱 保证你登顶尊功 商业化的行为 把基里营搞得像是做热闹的观光小事情 那时候有大家分配好 就是供顶的时间吗 没有 5月10号 5月11号 是哪一个国家的登山队监控 没有 都完全自己去判断 在出发之前 学霸人好像感觉到天气即将有种变化 但是您那时候作为领队的角色 还是决定要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后面 书怎么学说在我也不是太详细 但是我们怎么登 完全是我们自己台湾队自主来做安排 或者我们学霸人大家一起商量的 我想美国队他登他的 我们也不会去问他 你什么时候登 那时候也知道说应该是好兴趣 学霸人你觉得OK 学霸比我们更有经验 学霸人说好好 就要去登顶 人们不是不建议 在旅程中的747 我们的身体会会立即死 So the game is Can we get you up to the top, down to the bottom Before that happens This is suffering man A few more days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ll be a guy that got to the top of Everest I love the base Rob where are you? 我会告诉你们 这对这一本巅峰里头书所提出来的种种指控 高明和也做出他的回应 第一点是指控他没有遵守各国领队的会议 每一个队伍在登顶的时间安排之后 高明和竟然悔气信诺提早一天去攻顶 导致后来的下山队伍大塞车才会碰上暴风雪 高明和说他从头到尾只有参加过一次会议 那次会议是因为有人的兵爪不见了 所以把各国领队通通找过去 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开过什么登顶前的行前会议 经过他抗议之后 作者同意在那一段的文字描述后面加出一个刮胡 加入了高明和他的说法 另外一个指控就更加的严厉而且刻薄了 他们说高明和是一个自私自利 冷血没有人性的登山客 他的队友在七千公尺的地方发生了意外 结果他竟然自顾自的跑去了登顶 面对这样的指控高明和说 那些美国人根本不在现场 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只看到一个表面结果 就做出这样子与事实严重出入的不实指控 攻顶日志5月9号 按照计划今天要从海拔七千三百公尺的第三营 前进到八千公尺的第四营了 眼看着圣母峰就近在眼前了 经过一晚的休息 高明和他精神抖擞更有信心了 但却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刻 我记得我还跟他讲说 哎呀你是尿尿的 帐篷外面就好了吧 不用走太远 所以他就在外面 结果他大概就出去走稍微远一点嘛 我想他应该是要上大号什么的 他也很客气 然后稍微走远一点 后来没多久我还在帐篷里面 根本没有想到 有雪八人在我们帐篷外面叫来 他说高先生 里面那个队员滑下去啦 我说怎么会呢 我一出来 他不在帐篷旁边 然后我又看 因为雪坡我也不敢太审论去看 好在很快的 雪八人就找到了陈育南 陈先生就 有穿冰爪就好走路了 就在雪坡上 他本来没穿冰爪 因为从帐篷出来 要去上个密号而已嘛 雪八人拿装备去给他穿冰爪 然后拿冰武给他嘛 雪坡就慢慢就上来回到帐篷啦 一进来我说怎么搞的 他说滑下去啦 那我就说有没有怎样 他一坐进来就说是没怎样 因为那个是雪坡还有冰什么的 等没多久雪八人来来叫我们说 欸走啦走啦 我跟陈先生就起来穿啊穿鞋子什么 走出帐篷外面 然后要背背包嘛 我们开始要背东西啦 陈先生才很临时告诉我说 哎呀他想多休息一下 我说为什么 他说感觉有点配 雪坡说那没关系啊 反正今天就是到八千公尺营地而已啊 那不然等一下他上来 所以两个雪坡就跟他等一下上来 生一个雪坡说那我们慢慢先走 叫我们走走走慢慢走吧 一句待会儿见 高明和万万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他和陈运南最后一次的照明 由雪坡人照顾同伴 高明和很放心地跟着另外三名雪坡人出发 朝宫顶前的最后一个扎营地 第四名出发 坡度越来越懂 天气越变越快 高明和整个人被强风吹得摇摇摆摆摆的 巨图文件 好不容易下午三点多 终于爬到了第四名 雪坡人忙着架式帐篷 他则是拿出了无线电队假机 和激励营联系 顺便问问陈运南的状况 却听到了陈运南已经下车到了第二名消息 但人却一直还没到 直到了晚上六点多 没想到到六点多还是几点的时候 无线电我还在问 突然插发进来 就告诉我说 刚先生 我是David 我说哦 怎么样 他说里面那个队员好像死了 他就这样轻描淡写 讲一句话 我吓一跳 我说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他告诉我这个讯息 那我就很紧张 赶快我要联络我们自己的队员嘛 所以我就赶快联络我们的队员 联络我们的雪坡嘛 说哎 美国队那个David说 我们那个陈先生死掉了 是怎么一回事啊 发生事情以后 急急忙忙就想说 哇 那后续怎么处理 因为那时候已经晚了 晚上七点八点都晚了嘛 对 我想说我下去也下不了 那我就算要连夜下去也不可能 而且危险啊 说实在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大家商量说 人已经走了 确认已经走 而且已经放在楼地了 不是说生病赶快去急救什么 不是啦 都已经走了 你现在要做什么都没有用 就是等着看怎么做善后的处理 那我就想哇 那怎么办 因为又想说那明天 如果要登顶有个问题 雪坡人不一定要去 要不要继续攻顶 这不是高明和一个人能够做的决定 如果当一个队伍在攻顶的过程当中 有队员发生了不幸的意外 当地有没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 这个攻顶计划必须要取消 我是没有去很明确的去问这些雪坡人 但是我直觉反应就是说 雪坡人像那时候陈先生倒下去 他们就不太想去碰 是那个美国队他告诉我说 他们帮忙去把他这样拖下来 为什么 雪坡人觉得是不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什么的 我想这个多少心理上有那种 结果雪坡都说登顶你去登吧 队员我们大家上讲到 对了应该是机会就这么一点 如果能够登顶 我们这两年来 给人家募还一些承诺 一些压力 说实在那个时候也有想到这些 很两难 当时就忐忑不安 想说已经走了一个队员了 我们应该队员的心里都很难受 我自己也很难过 我觉得说这样再爬 好像心里总是有一种影子在里边 这道心理障碍实在很难跨越 但辛辛苦苦准备了那么多年 大老远地跑来又只差八百公尺 真的要转身放弃回家吗 这已经不是高明和一个人的事情了 外面的不谅节 当然一般我想因为不是在山上 包括这些外国人 老外他也只知道说 这是台湾对的 那怎么只有雪坡在照顾他 然后跟他在一起的人 竟然在跑去工地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了 那个情况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 他走掉了 我跑去甘点 不是 这个是经过一天的时间 演变成 最后他到第二营 他走了 听到人家这样说你的时候 说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参加 甚至没有人心 禁锢冷血 你心里头会很难过吗 当然会难过 因为如果说今天陈先生在活着 那他就可以来表明一切吧 但是他已经走了 那当然这很多朋友 大家都已经登山朋友 大家也知道 这个高先生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样的个性 大家都很明白 所以就很多好朋友 也不错 他就说我们不在圣母空 也没有在山岸现场 说实在的 到底实际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能听听人家说的 所以也不予置评 你说美国队他也不是跟我们在一起攀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人是世界警察 他说了算 所以他的书影响整个全世界 认为说就是这样发生 那我们包括我们在台湾的人 也知道美国队是这样行的 但是他并没有想去实际了解说 诶 那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宁英真正摧毁要交代的对象 其实是全天宣她的家人过去 让他们理解当时在山岛 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并没有弃队友互顾 只顾着完成自己登顶的梦想 我到美国去治疗 然后又在台湾住院住了一年多 后来我们就为了这个事也是去奔走 然后有电话中联络 跟陈先生的家人讲 基本上也都理解 所以应该也还算好 没问题 我们一开始爬 冷天新冬啊 新冬很亮 在我登山经验里面 应该是个好天气 所以就一直爬 爬到8500的时候 天气还上 几点出发 晚上12点 天气很好 很多登山队都选在这一天出发工地 冷冽的空气 瞬间让高明和的脑袋思路变得清晰无比 在黑夜中 他看见了一条细微的光绳 就劈在灰白的雪坡上 像是一只会发光的蚂蚁队伍 那是人数众多的美国队和纽西兰队 他们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一整晚的好天气 让高明和感觉灯顶的机会 越来越浓厚了 当他抬头看见第一道树光 就打在雪白的山头上 折射出万彩千红 那一刻他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了 within a few steps you just walk right up into the sunlight and everything changes you can see what appears to be a thousand miles out across the Tibetan plains the sun is now over the horizon and just glittering off of the glacier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feet below you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and you know why you're climbing Mount Everest at that moment 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四周围 非常轻囊 我记得我爬到8300公尺 还回头往后面看 还有其他登山队的队员 也看到我们在8000公尺的那个园地 那个帐篷都还很清楚 我还有当时还有拿傻瓜相机拍照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 晴空万泥那种感觉 而且一直爬到8000公尺 也都没问题 高明河被眼前如梦似幻的美景 留住了脚步 但雪八人却看到了高明河 没看见的变化 那时候我记得雪八人还跟我讲说 感觉高明先生 如果我们要登山队 能不能走快一点 我那时候当然说OK OK 但是心里想说 我真的有气无力要走多快呢 雪八是跟我讲说 我们快点上去赶快下来啦 因为那时候人多嘛 是因为人多的外面 然后雪八人他在看天空觉得 好像是要起变化啦 雪八人还是蛮有经验的 风云变色就在一瞬之间了 下午一点多高明河已经爬到了8750公尺了 同行的雪八人却跟他说真的不行了 风雪太大恐怕要放弃了 但高明河此时的心中却坚毅无比 他说真要放弃 不如在第四营就别上来 既然都上到这里了 只差100公尺 他实在无法就此转身离去 这话才说完 前面的牛仙人队伍又有着动静 他们继续往前走 高明河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却没有想到在一面之间 前方的灾难正在等着他 看天生米宫准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是吧第一次失败 当96年那个时候你终于成功了 你告诉我们那一刻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登顶的那一刻其实脑筋一片空白 因为走到快登顶的时候 已经走到两只脚有点够累 是雪八人他先坐在那个 雪堆上面给我招手说 来来来来到登顶了登顶了 我才说也不会很兴奋 那时候只告诉自己 反正今天就登顶了 所以好不容易这样拖着沉重的步伐 坐在那个雪堆上面 然后雪八人呢 就拿着相机帮我拍个照片 稍微这样休息一下 突然间才觉得说有一种无形的重担就释放掉 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在上面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 以前在山脚下看都很壮观 怎么站在圣母峰上面看的是 一层又一层的雪山很多 然后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山不得了 那时候是觉得说终于把这些 我那时候背包背了二十几面 赞助厂家的棋子 因为一心一意想说要回馈这些 赞助我们的厂家 所以就忙着请雪八人把棋子 赶快拿出来拍 就这样拍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这样过去 雪八说走吧 一直吹着我赶快下山 他说已经登顶了 我们赶快下山 然后我也寻了说 总算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任务 因为全队训练了两三年 大家那么辛苦 为了就是这一刻 一下山的时候 我们要下山 还有有的人才要上来 我记得当时真正暴风雪来的时候是 就像我们台湾常有的那个强烈台风 那么一来的时候 当然圣母风上面没有房子 没有树没有什么车子 然后我会被这个强烹吹起来 或者飞起来 可是当时我记得我们 我碰到那个暴风雪的感觉是 天突然黑起来 然后在走的时候 那个云就飞过来飞过去 突然好像说 是不是有人用那个强力的造物器 这样给你噴过来 那更恐怖的就是说 本来我们还明明看得很清楚 可以下山的那个脚印 下一秒钟什么也没有 暴风雪来的时候 没多久就整个天空就昏暗起来 因为那雪乱飞嘛 那太阳一下山五七八黑的 所以真正暴风雪来的时候 是只听到狂风暴雪 那个声音很恐怖 像那个台风来的时候 在晚上停电 然后你听到那屋子外面 那风吹得整个很低层 然后那个声音很有力道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风就是一下子从左边来 一下子从右边来 一下子从后面 一下子从前面 就是这样子 头灯拿出来才发现情况有点糟糕 因为那个雪下得很大了 而且头灯本来想说 照下去照方向照路 都照不到东西 就是我们绑在那个雪地上的险子 东找西找 那个在山上要找还不容易找 突然间好像失去方向 最恐怖的就是说 看到我们的队的雪八人 带我们下山的时候 本来是很有自信 然后很稳健的步伐下山 不到几分钟 连他们都慌了手脚 看到了连经验老大的雪八人 竟然也开始慌了手脚 高明和心里开始觉得大事不妙 但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紧紧跟着雪八人的脚步 后来我的头灯没电了 没电两个雪八人也有一个灯没电 对 剩最后一盏灯 那时候我才紧张说 完了这最后一盏灯要是也没电 那怎么办呢 雪八人头上最后的那一盏头灯 也是高明和在七黑山顶当中 唯一的希望 突然之间 那一点点的光亮 也消失在狂风暴雪之中了 那个晚上你的无线对讲机 是可以运作的吗 都没办法运作 为什么 温度很低啊 没有电 等于是你手机没电那种感觉 火不出去叫叫不出去 零下六十度你说电子没电怎么叫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时间 当你雪八人不见了 你至少还有对讲机可以拿起来 可是拿起来叫了老半天没回应 我本来想说这些人怎么搞的 难道不知道上面发生事情了吗 还在埋怨呢 后来老半天我随便叫 因为那个无线电波 只要频率一样的话 不管是哪个队频率一样都叫 所以包括美国队 他也跟我们频率一样 我就想说只要 不管哪个队嘛 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任何人赶快帮我通过一下就行了 后来是自己弄了老半天才恍然大悟说 现在温度估计都零下五六十度了 你什么电池能用呢 有没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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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 你听我吗 你必须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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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起来 他们在外面 我需要救助 那时候真的很慌张 加上又很冷 全身开始发抖 害怕 想说完了完了 怎么办 能够下山 最后是没办法 我就自己慢慢的移动 摸黑 凭感觉 我估计离那个营地 落差大概四五百公尺 只要慢慢移动一动 一定可以到的 但是移动不了多久 我又不敢动 因为哪个地方有敲壁有悬崖 我不知道 我想说万一一失足就下去了 所以又害怕又不敢动 那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最后我整个人就没力气 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就躺在大概八千四百公尺 左右的冰坡上面 这辈子高明和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死亡 听说人在临栋之前 脑海中会闪过人身的跑马灯 高明和他也真的看见 脑筋其实是在胡思乱想 我在想 也有很多影像出现 然后那个影像出现 第一幕是那个 以前那个老电视剧黑白的 那个民国五十几年那种电视剧 然后电波还会干扰 我就看到我家的小孩的脸孔 但是我是有看到 然后突然说 怎么小孩出现呢 然后看到他的脸孔的时候 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可是我感觉他好像是在讲说 爸爸去爬山还没有回来 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我心里哀伤 想说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去 我要是没有回去的话 小孩就看不到我了 然后那个荧幕也会换来换去 又变成我们在基地里的队员 也有我们的雪八人 然后后来又有那个 我不是在拍中国百岳 那个老板也出现 老板出现的时候 还笑笑的说 咱们以为赶快下来啊 还有队员也一样 也变成彩色的画面 就说灯顶了赶快下来 我们要来庆功啊 就这样子整个脑海里面 都是这样很混乱的影像 一直在干扰着 后来我就知道说 哇不行 一定要坚忍下去 不能就这样睡着 睡着就死定了 高明和他想进了各种方法 让自己保持清醒 知道说如果我那个时候 如果睡觉的话 那个身体就会失温 一失温的话一下就会死掉 所以一直告诉自己 不能睡觉 让他发抖 可是没办法 最后我是警告自己 叫自己的名字 马卡路不能睡觉 马卡路不能睡觉 我这样叫的时候呢 因为很用力 很用力的时候 那个身体会震动起来 马卡路不要睡觉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哇 安妮塔跳迪斯科 那我现在要来跳迪斯科 我要让自己身体运动运动 然后能够取卵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哇 然后打自己 拍打自己 然后脚就踢过来 踢过去 可是那时候滚到左边的时候 突然好像看到一点点 那个比较淡的光线 不是全部黑的 而且那个光线很奇怪 又像蓝色又像白色 又像红色的 一点点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吓一跳 赶快转过身来 我在想 那个光线 好像是人死掉以后 然后下到地狱那种 奇怪的光线 因为我用很多方法 想自己看怎样 烧这个 弄那个 都没有用了 这下子真的只好面对死亡 真的要死掉了 一想到要死掉自己 心里头很难受 因为不想这个时候死掉 试着想象一下 那个晚上高明和他一个人 孤独恐惧地 躺在8500公尺的冰坡上 他不想要就这样子 慢慢地死掉 那是一个零下60度的 狂风暴雪的环境 他从外套里头 试着要拿出录音机 他想要录下自己 临终前的遗言 这样死掉 也许他会走得比较安心 但是他忘记了 他连移动身体都有困难 更别说是要把录音机拿出来 他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 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但眼前似乎他也能够绝望地 等待死神的将领 给巴仁来救我的时候 美国队的两个许巴仁也来救 美国队队长 如果美国队队长已经死了 就死在我旁边 还有一个纽西兰队队长 死在我后面 他们登山都很有经验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我在美国很多美国人也问 他觉得说 我们美国队队长死在你旁边 为什么你没有死 欢迎回来台湾启示录 我说没想 两切瓶用光了 雪巴仁也不见了 高明和心理想 大概就会死在圣母风山上了 没想到他竟然撑过来了 奇迹似的他活着 回到了温暖的帐篷里头 脱掉了他的手条 脱掉了他的冰爪 发现他的两只手 两只脚硬邦邦的 就像是刚从冰库里头 拿出来的猪肉块一样 因为冻伤实在太过于严重了 最后不得的情况之下 必须进行切除手术 他前前后后进行了 15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最后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在生活上面 当然一开始有非常多的不方便 必须要去适应 很多人都会问他 高先生 你为了要完成 攀登圣母风的梦想 付出这样子的代价 你觉得值得吗 垂死挣扎 还是难逃死神的召唤嘛 高明和几乎绝望地 要接受客死异乡的命运 却又神迹似地盼到了 温暖的阳光 撒在他冻僵的具体内 那道奇怪的光鞋 是曙光啊 太阳出来了 那时候有个心理感觉 好像很舒服呢 好像回到家里 躺在自己家里的床铺 很温暖那种感觉 大概是心理作用 其实那时候温度也应该都是 零下二三十度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很温暖 那时候再也没办法去叫自己 说不能睡不能睡 因为我已经撑了十几个钟头 没喝也没有睡着啊 所以那时候大概 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就让我这样慢慢慢慢很舒服 就这样睡着 不知道沉睡了多久 有个声音把高明和给叫醒了 眼睛张开 看到是雪拔人回来救他 有一个氧气面罩 照到我的年故 那时候我就很自然而然就吸嘛 我吸到很冰那种空气 你脑筋慢慢就清醒了 然后才真的眼睛张开 张大一看 是我们的雪拔人嘛 他看你还活着 有没有觉得很压抑 很压抑很高兴 赶快给我 他有带那个热水 给我喝 氧气给我吸 然后确认我还活着 哦 赶快拿他 有带自己登山是不是 赶快给我绑起来 然后扶着我 才从八千多公尺 这样慢慢走回去 雪拔人来救我的时候 美国队的两个雪拔人 也来救美国队队长 结果美国队队长已经走了 就死在我旁边 那还有一个纽西兰队队长 死在我后面上面一点更高的地方 我在美国很多美国人也问 他觉得说 我们美国队队长死在你旁边 为什么你没有死掉 他们也有点疑问说 怎么会这样呢 那照理讲他们经验登顶过那么多次 他们的装备也不会差 那你说我们装备 大家装备都差不多 努力够光队 搞不好他们也会认为 比我们还好 可是暴风雪 不会说特别眷顾我吧 暴风雪一来 任何队都一样 所以后来 只能这样回答美国 也许我运气 比较好一点吧 高明河捡回了一条命 却保不住十根的手指头 还有他的鼻子 他的冻伤太严重了 连阿拉斯加的医学专家也束手无策 只有节肢一途 最后是在台湾冻的手术 我刚出院的时候 自己都能干嘛搭理自己的生活 必须靠家人帮忙 然后吃饭刷牙洗脸都没办法 那是后来慢慢自己想说 人其实有很多潜能没有去发挥 我很相信这一点 所以我就练习 哪怕只剩下这么小小一点的虎口 也许还可以做点什么事 所以我就开始 副健师告诉我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 我就慢慢学慢慢去做 所以大概真正出院半年吧 我就学会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 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了 刚开始也没办法打电话 因为我没有手指 不是很精确能够按到那个数字 每一次一按 按到二就连一三都一起压 根本没办法打 所以我就去揣摩自己这样 用什么力道 用什么角度 也许可以按到 真的这样试试试 我现在真的不用哪东西 我就可以按那个数字 接着我就开始练习打电脑 接下来我还练习拿筷子吃饭 这一点就很多人很惊讶 结果在家里 把筷子拿来搓一搓搓一搓 我发现我动的时候筷子的尖端也会动 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我就想好像可以哦 所以后来大概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吧 我就可以用筷子吃饭 所以现在一样跟大家一样 为了判登圣母峰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这个是很难回答值得不值得啦 倒是我觉得要用比较一个 面对现实的这种心态来面对 也就是说登山是自己喜欢的 那么自己喜欢的事情 喜欢的活动自己去从事啦 那碰到了意外自己要去面对 去等于承受这样子 所以也不是说值得不值得 当然我也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意外最好 可是所谓意外就是你料想不到的事情 才叫意外 那既然碰到了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去面对 去解决 在那场暴风雪里边死了八个人 所以这一点为什么让我想到说 人不能比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比起这些那一天那些同伴们 那些美国队 纽西兰队的朋友们 我比他们幸福多啦 运气好多啦 我最起码我还活着 我还能够回到台湾 既然这样我就想 老天爷没有让我留在圣母峰 一定有什么意义或者有什么事情 我就这样往这方面想 老天爷留下高明河究竟他要完成什么事情呢 他现在手上有一个中国百月的拍摄计划 他已经拍摄了75座完成了四分之三 终有一天他会把这件事情给完成了 另外有人说 当年高明河之所以执意要完成工顶的计划 那是因为他想要成为第一位攀上圣母峰的台湾人 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显然就是加油添出苦说八道的 因为早在1993年 吴景雄 他就已经成功地攀登上了圣母峰 他是台湾第一 在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高明河曾经在1992年第一次尝试攀登圣母峰 他都已经攻到了8200公尺这个地方了 在公司就可以攻顶成功成为攀登圣母峰的台湾第一人 没想到遇到大风雪 最后只好忍痛撤离 结果没想到在隔年1993年 武警中他就完成了这个记录 当时和他上山的四名队友 最后下来说因为冻伤严重切除了脚步 只有他不但顺利地攻领成功 而且非常幸运地全身而退 传说中的圣母峰美景 真的是宛若人间仙境 此景只因天上 无怪乎多少爱山城市者前仆后继 但这一路凶险蓝色 即使做了万全准备 仍有可能鲨鱼而归 登山队通常会在登顶前的一个月 进驻到了这位在海拔5200公尺的基地营 登顶前准备工作不得马虎 这是挑战人体的极限苦不堪言 而最大的回馈就是每天清晨起床后 拉开帐筒的那一刻 我们在那时候就想说 要离开基地的时候 就说要对珠峰讲一句话 我可能气了就不回来了 就有那种感觉 爬珠峰就有那种写那个切切式的感觉 你看珠峰就是像一座 我说的火像一样 从他的脚底下一直狂跑 爬到他的顶上 这样投入珠峰的怀抱 这样的感觉 为了投入珠峰的怀抱 这群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上去的话沿途都有勇士躺在那边 比如说我们住的那个高地营 第二高地营第三高地营都有 就是捆在那边就躺在那边 大概六七季吧 这个东西就是命 随便是每天都会吃 比如说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西班牙队 他就遇到兵奔了 几十年才都没有兵奔过 他到那边就兵奔下来就埋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是命很重要 在圣母峰面前 人命是多么的渺小 敬畏天地 梅之登山队的出发之前 不论你的国籍宗教种族 正所谓入境雷属 都会举行这一场祈福仪式 这是一条旗子 旗子会写一些经文 然后会拉一条 在西藏常常看到的 经文 所以他们会再拉到最高点 他们会围在一个圈圈 就是祈求大家平安 我不认为爬山值得搏命 生命当然是最重要的 生命能力 平安回来 人真的在那边是很了解 那感觉真的是 没有办法用笔墨形容